说完了耶的发布会 第二场微软Xbox发布会在6月12日凌晨5点召开 全程超过了100分钟 展示游戏42款 其中22款是主机独占或者现实独占 不过由于Xbox这几年运营策略的转变 今年的E3上没有一款纯Xbox1独占的游戏 全部独占均与Win10PC共享 绝大部分支持XPA 不过各位观众也不需要因此嘲笑Xbox1 毕竟虽然XPA可能会对Xbox主机自己的经营销售造成一定的阻碍 但是对于玩家来说这项福利确实是极好的 虽然小编很喜欢本次公布的一大波XPA游戏 不过发布会所呈现的阵容确实有一些不够完美的地方 所以下面就来看看今年E3的Xbox发布会都说了些什么吧 一开场便是Xbox天蝎座正式公布 命名为Xbox One X 售价499美元 约合3400元人民币 与之前某零售网站爆料的一致 首发仅有黑色版本 11月7日星期二发售 分别是天蝎座的幸运色和幸运日 同时去年的Xbox One S整体降价50美元 最便宜的《我的世界同捆》500G版本 仅收199美元 约合1350人民币 与新主机拉开了非常大的价格差 暂时不知道国行会不会有降价的计划 在新主机Xbox One X上 游玩Xbox One和360的原始游戏 都可自动将分别率差值到4K输出 并且拥有更快的读取速度和更稳定的帧率 这是Xbox One X 也就是天蝎座与PS Pro最大的不同 新主机体积更小 甚至打破了Xbox系主机最小的记录 以目前最强的主机性能做到了比Xbox One S还小的体积 不过以小编主观的审美 还真感觉没有S版好看啊 特别是这个左边上方突出一点点 右边有整齐的不对称设计 也许玩家也很喜欢吧 5分钟讲完新主机 下面将近100分钟的时间都留给了游戏 节奏非常紧凑 极限寄宿期10月3日发售 并且现场展示了保时捷新车GT2 RS 购买游戏的玩家 Jink获得这辆不知道是不是第一个在E3上全球首展的豪车 地铁星座 可能是实际演示经验公布 在Xbox X的强大机能之下 画面效果已经不逊色于PC高特效了 游戏预计在2018年发售 那个被爆料的底朝天的刺信条起源 实际演示 展示了更多游戏细节 包括装备以颜色区分品质 盾牌格党与盾反操作 鹰眼正得变成了影鹰之眼等等 10月27日发售 另一大股 Boran E3 Bor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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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Steam已经长期霸占榜首好长一段时间的吃鸡游戏 《绝地大套杀》预计在今年晚些时候发售 将由Exportion平台现实独占 弗兰国度尔放出播片式实际演示 也就是实际渲染视频啦 本作将支持多人合作模式 预计2018年春季发售 《我的世界》将在今年夏季迎来重要更新 升级以后将支持多平台之间的跨平台联机 以及材质包跨平台购买 包括Exportion、Win10、任天堂NS、安卓设备、iOS设备以及VR设备 据外媒消息 由于索尼的拒绝 PS系设备暂时不支持跨平台游玩 不知道会不会在以后开放 游戏还会对Exportion X放出专属的超级画质包 让马赛克看起来更...华丽 XPA微软独占的《盗贼之海》放出9分钟实际演示 画面上比起测试时又有了明显的进步 预计在2018年初发售 XPA游戏超级幸运传说公布 由Exportion独占主机版本 值得一提的是本作的PC版幸运传说是支持VR的 而本次发布会上 微软并没有提到Exportion X4的VR游戏阵容 之前也有报道过 微软表示天蝎座 也就是Exportion X4的VR必须是无线形态 不知道以后会不会有更多有关VR游戏的消息呢 韩国网游黑色沙漠宣布将在Exportion上限时独占 不太熟悉的小编看了半天没看出是什么游戏来 不过看宣传片还是挺厉害的 千呼万唤的横版国关游戏《茶杯头》终于公布了发售日期 9月29日登陆Exportion 文石和Steam 支持XPA XPA微软独占游戏《除暴战警山》 发售日期为11月7日 与Exportion X同一天 首发护航 此处应该会有同捆 《奇异人生前阵》公布第一章将在8月31日发售 游戏共三个章节将在以后陆续放出 XPA游戏中途世界战争之影 放出最新实际演示 与前作玩法类似 暂时没有看出特别大的进化 游戏预计10月10日发售 《精灵与302》 本作目前民间翻译花样百出 小编就这么省事儿交了吧 XPA微软独占 既成前作《美轮美奂》的画面 以及扣人心弦的音乐 算是XPA玩家必买的游戏之一啦 XPA玩家必乱促 XPA玩家只有十小编 XPA玩家 大城装 杜兵 继续劑 放手 XPA玩家 继续劑 XPA玩家 一心 继续劑 微软宣布Xbox1将在今年晚些时候向下兼容出的Xbox的游戏 将向下兼容进行到底 EA留给Xbox的压轴大作 深软制作的全新IP赞歌 宣布将在2018年内发售 为XboxX进行专属优化 画质之强就像半只脚已经踏入了下一个游戏季时代了一样 开放世界可单人可多人合作 整一个就是质量效应先与作本应该成为的完全体形态 真希望深软能给一次中文啊 值得一提的是本次发布会 还有来自中国ID at Xbox项目的三款国产游戏 西山剧的纠缠之恩 完美的《非诚英雄》 蜗牛的《光明女》 《黑暗》 但是发售日期均还没有公布 原来西山剧还没有放弃单机游戏啊 三家都值得期待 发布会大概的情况就到此结束了 更多游戏小编列了一个表格 可以看出来本次Xbox发布会虽然公布的游戏非常多 但是本质上并没有改变从今年上半年开始的独占大作荒的局面 第一放大作除了极限技术期 均是前几年就已经公布过的 也就是说今年一步正儿八经的第一放三新作都没有 值得一提的是 本次发布会出现的所有游戏 均可支持XboxX的4K分辨率渲染 然而上述这么多 其实并没有几个是以画质为卖点的游戏 除了一夜的赞歌啊 这似乎与去年PS4 Pro发射时面临了同样的窘境 我支持高画质 但是却没几个游戏大作会产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再说下去小编可能就会显得有失功云了呀 毕竟去年小编是大肆安利了一把PS4 Pro的 结果无论是市场表现 还是我自己买回来用了这么长时间的感受 也就那么回事吧 体验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好 希望这次反奶了这么多XboxX 能把这台最强性能的主机奶活吧 哦对了 今天使用微软自家Mixer直播平台 观看了Xbox发布会的玩家 会收到微软赠送的三款游戏 不过有没有人能告诉小编怎么领取啊 我感觉过来 我也不过来 你怎么也不过来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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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